眼镜王蛇以同类为始 连配偶都不放过 它们为何会如此凶残呢 近日 科学家们在对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种特殊蛇类进行观察时 惊讶地发现眼镜王蛇的残酷行为 它们以同类为始 甚至连自己的配偶也不放过 这一发现瞬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人们纷纷提出疑问 为什么眼镜王蛇会如此凶残 眼镜王蛇是一种身长约为1.2米的中型蛇类 主要分布于南美洲的热带雨林地区 它们的身体呈现出独特的外观 有着黑色的背部斑纹和明亮的眼镜图案 因此得名眼镜王蛇 尽管外表美丽 但它们的实性却相当惊人 作为地球上最长的毒蛇 它们以其强大的毒性而闻名 然而 令人惊讶的是 它们并不满足于普通的猎物 眼镜王蛇喜欢以同类为始 这在动物界可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研究人员推测 这种行为可能与它们特殊的食物口味有关 又或者是资源竞争和适应环境的压力造成的 南美洲热带雨林是一个资源匮乏的生态系统 食物供应有限 眼镜王蛇主要以小型哺乳动物 鸟类和两栖动物为始 但这些猎物在雨林中数量稀少 并不能满足眼镜王蛇的需求 眼镜王蛇以同类为始 连配偶都不放过 它们为何会如此凶残 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 眼镜王蛇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捕食策略 吞食同类 它们能够通过对同类进行捕食 获取更稳定和可靠的食物来源 当资源紧缺时 它们不仅会主动寻找猎物 还会主动进攻同类 包括自己的配偶 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 眼镜王蛇之间的食物竞争也与繁殖有关 在繁殖季节 雌性眼镜王蛇会释放出强烈的性性吸塑 吸引大量雄性蛇前来求偶 然而 这也导致了雌性蛇之间的激烈争斗 为了争夺配偶和繁殖机会 眼镜王蛇不惜以同类为食 甚至伤害或杀死对方 这种凶残行为在进化上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通过吞食同类 眼镜王蛇中的一些个体 可能具有更高的生存能力和适应性 这些个体能够获得更多的食物资源 提高自己的生存机会 并将自己的基因传递给后代 长期以来 这种行为在眼镜王蛇种群中得以保留和传承 然而 这种凶残的食性也给眼镜王蛇自身带来了一些困境 首先 吞食同类可能会导致寄生虫传播和感染疾病的风险增加 其次 大量的食物竞争和争夺配偶的行为 可能导致种群的衰退和基因多样性的降低 眼镜王蛇以同类为食 连配偶都不放膜 它们为何会如此凶残 眼镜王蛇虽然是毒蛇 对人类能造成极大的危险 但好在 眼镜王蛇并不喜欢靠近人类 除非是被人类激怒到 它们才会发起攻击 而它的毒液足以让一只大象 在被咬后的两个小时内毒发身亡 作为自然界的霸主 它们具有强烈的求生欲望和领地意识 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 它们展现出令人瞠目结蛇的攻击同类的行为 通过咬住同类并将其作为食物 眼镜王蛇确保了自己的生存和繁衍 这种凶残背后隐藏着对生存的渴望和对领地的保护欲望 值得一提的是 雌性眼镜王蛇的母爱在自然界中却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一旦产下蛇弹后 它们便会在蛋宝宝附近盘旋两个月 直到成功孵化 然而在这期间 眼镜王蛇是不会进食的 仅仅依靠自己前期存储的能量 如果遇到敌人 它们会拖着虚弱的身体与其对抗 等到蛇宝宝破壳而出后 眼镜王蛇才会离去 当然 这也是迫不得已的行为 生怕自己会吃掉自己的孩子 眼镜王蛇以同类为食的行为 确实令人哭笑不得 虽然它们的举动可能让我们感到匪夷所思 但这也是自然界奇妙多样的一面 好了 今天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留言评论 科普解说员在线争稿了